有发烧咳嗽类似感冒的症状 不过现在目前台湾的卫生单位已经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要求只要有发烧或咳嗽 甚至现在很紧张 每天早晚要求民众要自己量体温 如果发现高烧立刻要进行隔离 原来是没有这么紧张的 最后就是有关肠胃道的疾病也非常的多 由于现在目前缺水的情况之下 那么有的时候大家吃东西的时候 它这个碗盘碟子什么没有洗得非常干净的时候 那么肠胃道疾病也非常的盛行 所以大致来讲目前是这几项疾病 所以就对于三民来说 如果这个皮肤有割伤的话 千万不要接触到这些污泥或者是这些污水 从这个台湾当局这个灾情的这些救治部门来说 运和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面对这样一些疫情的威胁 目前这些部门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防护的措施 好的 事实上要防范刚刚这个 看博士所提到的这些传染病的这个感染 那么最最重要的还是要赶快把这个环境给清理好 因为你如果环境不干净的话 这个病菌啦 病霉纹啦 都容易滋生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灾区 你要整个把它清理完成 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作 虽然这个马英九有下令限期完成 但是说句实在话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困难要面对要克服 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地方的下水道都被堵住了 那么这个还有就是泥流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 虽然有士官兵还有一些志工团体去投入支援 我们看到很多人呢 就是拿着这个铲子去挖水 或者有些人呢 就是用一些这个机具啊 这个小型的挖土机啊 去把这个泥流 希望能够把它缠走啊 但是呢 这些做法都还是非常不容易 甚至之前曾经有传出来说 在林边乡 现在的污泥还是堆得非常的高 那下水道又被堵住了 那怎么办呢 于是呢 那些士兵呢 就想办法在这个马路上头先挖个洞 然后呢 把这些这个污泥啊 泥流 把它扫到那个洞里头去 然后让它 等于说自己去破坏性创造一个洞出来 然后让这个水能够流走啊 那么但是呢 第一个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慢的 而且第二个就是说呢 隔壁邻村呢 就开始挖挖叫了 因为他们就说 哎 你们这样子有点以灵为祸的感觉 你们把这边的污泥把它倒下来 就流流流流 就流到我们隔壁的这个村落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现在 亟待克服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尤其还有一些山上的灾区 大怪手是进不去的 现在也是靠这个小型的挖土机 慢慢挖挖挖慢慢挖啊 那么灾民也感觉是缓不济急 而现在能够做的呢 大主持人特别提到说 可是还是必须要做一些预防工作啊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在清理灾区的时候呢 一定要戴上这个口罩 而且呢 要戴上那种橡胶做的防水的防疫手套 当然戴口罩很重要的一点是说 现在我们知道啊 这个士兵已经出现了有四例的这个 H1N1心流感的这个阳性反应的病例啊 所以戴上口罩可以防止这个飞沫感染 那么 都没错了